台灣今天這個國際形勢 應該我們要鼓勵說 要脫中一世 意思是說 應該要脫離這個 這個中國園這個口子裡面 要嚇入 國際社會 跟密切的交流 剛才很多 高雄這樣說 我是要請教 如果我這樣看 這個李明正教授 的觀點是怎麼樣 感謝 謝謝 謝謝 我覺得這個觀點 很好 其實台灣在日本通常 剛才羅肺長說 他們的教育國民 還有日本跟後面的地勢 都在台灣 所以台灣那時候 已經突中了 台灣今天這個 變成這樣 主要是 中國國民黨 來台灣 然後他開始 撒這個 中華文化 福興運動 所以整個中國 東西都回來 這是我們現在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突中 要怎麼擺動 這個東西 還有國際的需要 和國際地域 尤其現在 全球法的時代 這個 台灣的這個 國際社會的接軌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是很贊成這個看法 在這裡 對這個 日本 占領台灣 的這個 歷史的評價 可以說 聽說 真正的角度來看 當然 市民地市民地 我是 鐵鐵鐵 反對 日本的市民地 這個 日本那時候 將台灣做市民地 那時候 清調的人 都照料料 台灣人自己反恐 但是 真正的 反恐的 這個 最重要的力量 還是 19202代 這個 第四分子 做中心 不論說 中華傳 或是說 林憲動 那時候 台灣人 才有那種 那是說 有一個 對這個 比較關注的 不是說 嚇倒消臺 所以我說 但是 這些 第四分子 為什麼才 19202代 參選 就是說 日本占領台灣 是1895年 那之後 日本有一個 學制 就是說 學校的制度 所以 差不多25年 裡面 台灣 差不多 文盲 已經消毒到 差不多 65% 那 在 1916年 的時候 留學 日本的 台灣人 就已經有2400個 在裡面 那些人 就是說 收現代教育 回來 醫生就輸 那些人 變成說 醫藥對控 日本 統治者的 一個 領土人物 那是說 台灣的 金台法 在 參選那些領土人物 所以 就 那個 觀點 他們 的 領土人 到 戰鬧 那時候 都被 國民黨抓起來 那時候 有去 林憲東 抗拼 什麼 他們 那時候 香港 日本的 第七分子 中國人 都抓起來 那就是 200 的 時候 中國人 對台灣 來看 所以 我是說 台灣的 這個 台灣的 台灣的 意識 可以說是 為這個 1920年代 這個 台灣第七分子 的 參選料 台灣才會變成 一個現代國家 所以 這個 我是說 日本 這個但是 好還是不好 當然是好 但是這個就是說 台灣現代法料 才有 參選這關 真正用台灣 醫生的 這個 環境運動 所以 我是說 在這個 台灣 當然 和中國大陸 隔開了 它就是 管理這個 中國大陸的 一個 實體 我在這裡 要說 就是說 這可能 稍微 比較大便 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 在1936年 接受到 Edward Snow的 訪問 那時候 莫德東 就說 如果戰爭 如果結束 台灣和韓國一樣 讓他們 民族開放 獨立 到二十八的時候 中國的 開放日報 要說 我們只是 台灣獨立 所以 他們不是 對台灣 沒有認識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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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 通知台灣 四十幾年 就是1935年 以前 在台北開 這個 十四四十四年 就是 我們關台灣 四十幾年的 慶祝費 要表示 我能關台灣 關得很好的 中國大陸 用那個 中山間 派黨議 做代表 來台北 來慶祝 所以 這個 不知道說 這個 還夠 日子來 結束 台灣的 第一個中山 是派這個黨議 才發生二百 這二百的 都是對付這 地區分主 所以我說 台灣 一方面 駕給日本 是一個 可以說 去做實面 地 去做 但是在這個實面 中間 近代化 再參選 這個 真正 由地區分主 做中心的 一個 台灣的 醫生的 形成 所以我說 這個 日本 這當然 你只想說 這個 這個 托阿 入歐 這個 不是 這是 清營大學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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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 日本也是 在國際 政制 裡面 會怕什麼 我 說 台灣 讓日本 通知五十 黨 參選 台灣 要走 一條路 這 我說 如果 跟 朝鮮 比起來 我們台灣人 實在是 非常 這個 政府的 今天 剛才 這個 中央 高雄 今天 不可以參加 我實在 很痛心 他在 當代 博士論文 就是 一九二零年代 台灣的 這個共同 那就是 點出說 台灣醫生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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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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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今天 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另外 來看 台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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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那個 那個 這是非常豐富的一個角度 抱歉 現在我想沒有看其他人 有什麼人要再做一個 請 抱歉 我是中央檔 我今天來最清楚是洛西亞 這是應由我來 當然會了解說 留這個洛西亞對我們台灣人來說 應該是做過幾十年的事情 以前所有年來的時候 聽說切不出一塊飯 你去洛西亞五季的時候 你去拿去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發展 我請教 整個教授 我如果是國際特使主義 中國跟洛西亞 這是長久間的歷史政敵的矛盾最大 中國今天穩潤 一定有三分之一三百萬平方公 你的土地是去洛西亞占領的 所以當然有人在罵江澤民說 江澤民說 賣國是最厲害 現在他成立中央的邊界 這是處理最多 我現在要請教 就是說 他們的基本矛盾 包括政治經濟 矛盾是非常多 非常大 其實是不信任的 但是民進黨 美國的因素 兩個暫時結合到 對台灣的出路 我們是不是有法度跟洛西亞 包括冠風 冠風 那些是困難 有法度跟他們民間 還是說他們國來洛西亞的矛盾 我們用經濟因素 我們有法度跟洛西亞建立 有一種某種的關係 聯合不 這我覺得很重要 非常感謝 這位高雄的補貴的看法 我個人是很同意 其實我們台灣是有機會 尤其在經濟一部分 可以加強跟俄羅斯的關係 在這裏有榮譽 當事長 其實是台俄協會的理事長 現在是台俄協會的民喻理事長 可能可以再請理事長 幫我們補充 我們回來看中國 跟俄羅斯這邊的歷史問題 剛才我們在看這個島 我們看到海生威 還是說什麼 我們在民進教授的文章 講到庫月島 其實民宿都是清條那時候 所以你看那個土地 其實以前那都是鎖去中國的 是後來去俄羅斯提起 所以你剛才看中國的文獻 他現在還是叫海生威 還是叫庫月島 其實在俄羅斯 如果說海生威、庫月島 他們是聽不懂的 他們其實後來都變成他們的名字 改成像佛羅斯提起 這個藝術地 俄羅斯的藝術就是掌控東方 所以那個港口 他變成軍港 不動港 他希望藉由這個地方 來掌控、來控制東方 所以給他做佛羅斯提起 另外庫月島 他就後來改成沙哈林 其實都改名 所以我們用這個地名 我們看出這個地方 其實以前他就是中國的土地 是後來在掛俄羅斯 我非常贊同 你剛才說的 是俄羅斯跟中國 其實在歷史上頭 還是在他們的地緣上頭 其實他們有潛在的矛盾 其實大國之間 其實有一些就是 他們根據現在的現實利益 去做一些讓步 還是做一些妥協 因為現在他們的共同 尤其是烏克蘭危機 發生意義 現在西方在制裁俄羅斯 所以現在更加有誘因 讓他們兩個互相接 就是說這個結合的程度 更加親 來共同去對抗 他們的首要的敵人 比如說首要的這個目標 就是美國 不好意思 是美國 所以 這個大格局是這樣 所以你看 俄羅斯跟我們 台灣的關係 這個政治部分 我非常贊成 剛才告訴你 其實這要突破困難 因為這個困難的制約因素 是北京 就是中國 所以這部分 我們要突破這個 政治上的紅線 是比較困難 但是在經濟上 其實我們跟俄羅斯有互補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需要的原物料 原油 天然氣 這部分是我們需要的 俄羅斯這部分 剛才是已經有豐富的運場 它需要一些民生方面 或一些IT產業的技術 這部分台灣是強項 所以這部分其實有互補的關係 所以這部分可以加強 對著這種 俄羅斯的西方制裁 它本來的最大的貿易夥伴 就是看區域來看 它最大的貿易的地區是歐盟 這就變得歐盟 它補到它 它要轉向亞太市場 轉向東方 所以這部分其實對 這個轉向 戰略的轉向 市場的轉向 對未來台灣跟俄羅斯的經貿上的交往 還是說投資、貿易的這種加強 是有 我看的是有前景 未來發展應該是值得期待 保送到這裡 我會想說我們前禮拜的會議裡面 有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焦點 就是說 朝鮮半島的或是說台灣或是說東南的 都是中等國家 要怎麼對付這個大國 所以俄羅斯也是大國 現在說起來中國還是大國 日本還是大國 美國還是大國 因為我過去在聯絡國 剛才在東南的長久 那時候給我發覺一個 就是說 東南亞國是阿西安 本來是六國 變成十國 他們這裡都不是忘記了 邊境什麼種種 還是說中國人還是不是中國人什麼種種 但是呢 他們覺得他們團結的力量就是說 如果六國還是十國做法的時候 要和蘇聯 要和中國 要和美國 要和日本 交涉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他們才會團結 所以我是二十年前那時候 我回來那時候 阿扁又問我 我說台灣的獨立的時候 就要變成說 我們是東南亞的國家的一個 一份主 所以加進這些東西 這樣下去 你和蘇聯 你和中國 你和美國 你和日本 我都和 這些國家 站在港立場的時候 你都可以保護 你自己的 中小國家的一個力量 這個我覺得 現在當然 大家也不是獨立 但是 我在國際事務上 台灣應該 總統開始站在 當時 國家的力量 不管對中國也好 對日本也好 對美國也好 對蘇聯也好 這樣下去 這麼東南亞這些國家 就開始給你看 你台灣是我的一個朋友 這是我 二十年前那時候 我第一次跟阿扁總統 做一個建議 所以我覺得 這個 他對他的中間 以外 我們有那個大國 和小國的關係 你不能夾點 兩個大國的中間 是天堂 感覺說 OK 你們大國 要忘記哪裡忘記 我們是 要站在一個 一個長距離的角度 因為我現在 利用這個機會 稍微說自己的意見 我想 今後 這兩位 那位 你們 看要補充三個嗎 好啦 我補充一點 就是說 剛剛 我已經是 魏白骨 他說 他說 只要 不要單獨 依賴中國 要開放世界市場 台灣 回歸歷史 台灣 過去 中國都很不喜歡 台灣 很重 是台灣 其實台灣 是因為法國的介入 我們 中國開始重視我們 過去 中國是一個大陸的國家 沒有想過說 威脅的威脅 海洋 這篇關 所以是1885年 84年到85年 那時候不是有的 清法戰爭 剛才說的 劉永福 那時候 清條和法國的修台 怕了之後 清條到覺得說 喔 台灣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是在 1885年 變成一勝 十年後 還要報告一本 所以是因為法國的介入 就是說因為外來的勢力 我們台灣重要性就是展現 所以意思是說 其實和外國的關係 和世界的關係 很重要 另外這點的補充 就是說 剛才說和俄羅斯的 拉西亞的關係 其實不是說和拉西亞 我是覺得和世界 不是說和看拉西亞而已 其實拉西亞現在 名字不是說很好的 你和他 到底不是說很好 因為拉西亞還跟 烏克蘭 其實我們在反對 這點你說要和他好 我覺得 要再考慮一下 因為拉西亞現在在做的 是一個特性的 就是說 以後大國可以吃西瓜 所以這點 我倒是 覺得要很小心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不知道有注意到嗎 藏 水電 水電 成人巴勒斯坦是一個國家 這是對我們以前重大的 一個事情 為什麼 現在後來還沒有一個國家 成人巴勒斯坦 我們現在大家 如果吵架還很高興 我們說 你水電為什麼不成人 我們自己的心 我們想說 水電和中國利益很多 和他做會 可能他要求中國 懲罰 所以我們就不敢 你們想看看 巴勒斯坦和水電 有什麼利益 每個人都沒有 巴勒斯坦現在一個國家 就基本沒有什麼經濟 他和 他有很多經濟利益 為什麼 他現在和巴勒斯坦 建國 他小時候會懲罰 所以你看 是做的國家 兩國的交往 不是只有經濟而已 我們現在大家都想說 那個國家如果這樣好 他就一定 中國一定會懲罰 這是屬實 但是另外一點 可能我們在外